第3833集 我在这里待了太久 挥手之间已经掌握了那三柄剑所带来的规则 我甚至可以说是这里的一方主宰 但就算如此 也是逃脱不了世间一方压制一方的规则 若将这三柄剑比喻为万寿之王 你那石头便是一头翱翔九天的巨龙 至于具体来自何处 我不能透露 世间因果便是极其复杂 更何况如此奇物 定然不能用常理来夺之 叶辰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计较 至少轮回目的的承载有了一丝线索 不过能困住荒老这种世间禁忌的存在 定然不会一般 眼下若想调查真相 可以从那三柄镇石之剑上入手 叶辰想到了什么 突然取出圆盘 好奇道 为何这圆盘要毁 这圆盘和那三柄镇石之剑 又有什么联系呢 薛建明长叹一声伸出手 现在你可否将圆盘交给我 我来告诉你答案 放心 此物已经属于你了 我以天道启示 不会在你不允许的情况下 抢夺此盘 这因果可足以让我万劫不复了 叶辰和旭宁谦相视一眼 最终还是将圆盘交给了老者 薛建明拿到圆盘 手心微微颤抖 而后手指瞎掘 一直点在圆盘的中央 瞬间道道星光和邪气 从中涌出 头顶的三柄神剑 也是不断震颤 显然也是感觉到了什么 渐渐地 滚滚邪气在上空汇聚成了 一柄剑的图案 夜沉目光所及 竟然发现此剑和那三柄剑 竟然有些相似 不光是做工 还是剑身上的图案和符文 薛建明目光复杂 难难道 你也应该看出 这柄剑和那三柄神剑之间的相似了 其实当初并不仅仅只有三柄阵势之剑 而是四柄 这四剑撑起了此地的一切 并且此地曾经是一方净土 若是五欲毁灭 此地的存在 还是会让狱外的生灵 苟活 以及一脉有所传承 这个世界也好 太上世界也罢 总有一部分人 想挑战规则 他们想要毁灭纪元 重建 以自己为主宰的世界 五道之路 终归会有尽头 当你抵达尽头之后 是修炼 还是沉睡呢 这个答案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都不会是 人类不会闲着的 叶晨隐也明白了什么 不管是轩辕墨爷 亦或者地识天 乃之万须 其实心中何尝不是拥有着疯狂的想法 前辈 那这柄剑到底为何会变成邪物呢 叶晨还是忍不住问道 薛剑明大手一挥 那邪气便是被打散 而后重组成了一幅画面 那柄剑沾上一位巫族的血 而那位巫族 本就打算用生命的代价 蚕食这柄剑为自己所用 当时 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 并没有采取行动 直到某一天 一柄阵势之剑易变 邪气爆发 规则肆虐 宛如阴魂笼罩在众人心头 这里的人触及邪气 便是被控制 神魂混乱 杀戮阵阵 这里本该是一方净土 却在短短十天 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 第十一天之后 这里就没有活人了 而你一进来 发现的这么多剑 都是那个时代的强者留下的 叶晨听到这里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谁又能想到 巫族的死 会造成这种 惨绝人寰的场面 却宁谦突然出声道 为何另外三柄剑不阻止 三剑不是有灵吗 按理来说 不应该做事不理才对啊 却见明双眸遍布血丝 继续道 不是三柄剑不阻止 而是根本无法阻止 四剑从混沌中炼制而出 早就形成了联系 如青铜手足一般 炼制者生怕这四剑 分别落入他人之手 便在铸剑的过程中 就制定了规则 无法对彼此出手 叶晨恍然 那之后 为何被巫族掌控的剑 会收入这圆盘之中呢 却见明将圆盘递给叶晨 虚无的声音再次传来 血家先祖联合一些志强 共同打造了这个圆盘 将圆盘取名为 镇邪盘 因为封印的条件苛刻 血家先祖更是付出了生命 镇邪盘的气灵 其实就是血家先祖 而其中被困的 就是那巫族和剑 如今过去这么久了 我刚才似乎感受不到 血剑先祖的气息了 虽然那巫族的气息 也是几乎没有 但若是存在 这么多仙人的共同努力 就白费了 叶晨 此物现在属于你 你觉得要毁吗 叶晨神色沉重 他不认为血剑明 再说谎 若真如血剑明所说 自己不毁此物 那就沾染太大的因果了 自己的气运都会被影响 就在叶晨准备答复之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荒老 却是开口了 小子 那圆盘我倒是感兴趣 不如让我探入其中 去感受一下 那巫族的气息 若是我掌握了那柄剑 说不定 你我就可以直接杀穿地心域 甚至面对红天经 乃至万须那些家伙 都有对抗的资本 叶晨从荒老的许气中 听出了激动 此前荒老一直沉睡 和如祖一战 实在损失太大了 现在 能让荒老不顾一切地 苏醒回答 必然是天大的诱惑 不过对于荒老 目前虽然没有做出 什么出格的举动 甚至多次在生死危机 帮助自己 但他还是无法相信 事件禁忌 若是一不小心 挖坑给自己跳 那绝对不是小坑 叶晨没有理会荒老 而是问薛建明道 前辈 当初祭坛 应该是要毁掉此物的 对吧 现在祭坛已经消失 此物如何毁灭呢 如果没猜错 一般的手段 应该没什么用吧 薛建明点点头 想毁掉此物 祭坛确实是关键 可如今祭坛消失了 那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 薛宁谦和叶晨 异口同声道 薛建明双眸写满了决然 一字一句道 以我之死 灭阵穴盘 叶晨一正 万万没有想到 代价会如此巨大 若是薛建明真的死了 此地又有谁来镇守 薛建明或为洒脱地笑了 我已经活了太久了 我已经活了太久了 这么多年来 我甚至都快忘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若能在死之前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这个世界了 至于此地谁来镇守 一切都拜托宁谦和你了 叶晨摇摇头道 前辈 还不要过早断言 万一那巫阻已经消散了呢 这镇邪盘不悔 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的 突然 薛建明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其实想要确定 这镇邪盘中的巫阻 是否还存在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 叶晨刚脱口而出 便发现薛建明 一把将自己和旭宁谦 拉了过来 向着悬浮在高空的三剑而去 很快 三人便站在 缠绕在三剑巨头的锁链之上 锁链之上甚至伴随着阵阵雷弧 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叶晨皱眉道 薛建明一脸歉意 却又极其严肃道 有一个办法可以确定 但可能有一定的风险 此事本不该让你们插手 但如今已经沾染 你们若是拒绝 我也不会强求 叶晨和薛宁谦相视一眼 都没有答复 叶晨来替新玉 不过是想尽快离开 谁能想到 沾染的因果却是越来越重 现在此事又有风险 并且全都是薛建明一家之言 他真的要冒风险吗 薛宁谦也是这么想 不过他更多的是为叶晨考虑 若不是自己强行求叶晨来这里 叶晨根本不会触碰到这里的因果 如果之后出事 他会一辈子寝室难安 薛宁谦抬着头 看向身旁的青年 红唇微起道 叶晨 听你的 不过 我的建议还是离开 薛建明听到这句话 眼神有些暗淡 但也认为这是情理之中 自己活了这么多年 已经足够 这才生出冒险之意 而这两个小辈还年轻 为何要做 可能葬送自己虔诚的事呢 然而就在这时 叶晨 突然开口 他伸出手指 指着不远处地 雕刻着一些血液的剑 我可以冒险一试 但希望你 将那柄剑送我 薛建明这一刻 表情极度古怪 这小子竟然答应了 关键是要剑 这里的剑 虽然比外界 强大了诸多 但此地最不差的就是剑 更何况 他知道 叶晨手中有荒摩天剑 还有另外一柄 充斥煞意的剑 还会缺剑 不过既然叶晨 已经开出条件 他自然不可能拒绝 下一秒 他五指一抓 竟然有三十柄剑 汇聚而来 其中 就有那柄 带着血月的剑 一柄可不是老夫的风格 这三十柄 都送给你了 叶晨微微惊喜 那把血月之剑 固然有着妙用 但若是能有这么多剑 也不是没有好处 若是他现在将千兵豹升级 用这些剑产生威力 恐怕如足 也要陨落其中 这笔买卖太赚了 不过也由此可见 此番风险极大 但叶晨有理由相信 自己的气韵 绝不会这么容易夭折 叶晨手臂一挥 这些剑便齐齐飞入 黄泉图之中 而后看向薛剑明 接下去要怎么做呢 薛剑明开口道 第一 我们三人将灵力运转到脚下的 三柄剑之中 和其产生短暂的联系 第二 我们彼此都逼出一滴精血 汇聚在阵邪盘之中 第三 我会动用术法沟通阵邪盘 伪装阵邪盘中出现裂痕 若是巫祖存在 必然会想方设法地 借助那柄剑逃离此地 毕竟被镇压的日子并不好受啊 不过我不确定 巫祖现在还拥有几分力量 若在漫长岁月中 他的实力没有跌落五成 就真的有可能从中逃走 你们不用担心 若真到了那一步 我会送你们离开 而后燃烧我的生命 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会帮我帮我帮你